节圆能源开发在宜兰的清水地热电厂2021年拿到国内30年来第一张地热电厂电业执照后 23日宣布在宇峰与绿能以及全球最大地热设备制造商欧马签署三方合作意向书 未来将由宇峰与绿能进行专禁及电厂兴建 欧马提供发电机组与技术 在由节圆能源开发进行电厂营运管理实现地热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欧马它是世界全球最大的地热一条龙的公司 那其实我们风雨绿能这一块跟欧马这边是长期的合作 那我们也希望在台湾能够引进最棒的团队最棒的技术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往欧马跟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发展下去 那现在就是我们在台湾越来越清晰 那我们现在可以慢慢地脚步慢慢放大 所以促成了这次的三方合作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地热的未来 那我们要帮台湾的这个下一代 把这个地热的这个绿电基础把它建构起来 不同于其他再生能源 地热能源产量供应相对稳定 且未来有无限可能 长期关注台湾地热发展的台大地质科学系教授李慎荣表示 目前台湾的地热开发主要是浅层有热水的地方 后续也可能朝向深层无水区域 现在目前所开发的地区都是属于浅层地热 那浅层地热以现阶段的话 就是依照热水有的地区在做开发 因为这个相对技术比较成熟 所以目前在宜蘭地区或是所谓的大众火山群 因为它浅层地热然后有热水 所以比较容易去开发或是气这些 那后续更大量的我们叫深层地热 那深层地热它就是所谓干热源 因为它有温度可是没有水 所以我们要用工程的方法去制造一些人工除气层 把水或是二氧化氧灌进去把热取出来 所以后续的技术比较难 所以目前的这个阶段是开发潜层地热 张杰集团结缘能源开发公司董事长李松烈表示 将进一步把现有及未来暗场提升到100MW的装置容量 实现台湾在2050年达成净零碳排的目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现在折述的目标 但这种人事存在 现在我们下集团 已经没关注了 我们下集团 有什么时候 我们下集团 我们下集团 现在我们下集团 我下集团